关于胃病的人 肠胃本身就比较虚弱 如果没有吃对食物的话 很可能造成过多的负担 反而让胃病更加严重 那么对于胃不好的人来说 哪类食物要少吃呢 一 腌制品要少吃 在我国很多人都喜欢吃腌制品 比如咸萝卜 咸菜 咸鱼干 因为这一类食物在经过食盐的腌制之后 比较入味 食用起来的话比较下饭 但是要知道 腌制品经过了长时间的腌制 会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 对于胃不好的人来说 刺激性很大 所以这一类食物一定要少吃 尽量不吃 二 生食和冷冻食物 对于胃不好的人来说 生冷的食物一定不要碰 因为生冷的食物进入到胃部以后 给胃部温度造成了很大的刺激 从而会影响胃酸的分泌 胃酸分泌过多或者分泌过少 都会导致胃病的形成 如果有胃病的患者就会加重病情 三 高油脂食物 油脂过高的食物容易造成胃负担过重 因为油脂含量过高 胃会分泌过多的胃酸来进行消化 所以对于高油脂的食物 比如说像肥肉油炸食品 这一类食物一定要少吃